什麼 我不知道耶 起碼講的什麼冬季戀歌啊 對啊 大老婆的反擊啊 連線花園韓版的啊 韓版有 這個有 讓蔓滿屋吧 讓蔓滿屋也OK 對 OK 可是有在乎過誰配男主角嗎 沒有耶 不在乎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 就是聽過就算啦 也不會下去聽 可是男主角的配音非常重要吧 所以你聽到的配音還不錯 你也不會想知道那誰配對不對 又不會去看那個歷史的這些 好 那我們不要聊理解方式 對啊 好 其實還滿像菜的 那我們就要講什麼 好重要 那水型真的超重要的 這開始很浪漫滿屋 然後那個 Rain一開始就是 哦 愛你 然後在想看嗎 對 好重要哦 可是找韓星的男主角 配音的音質要求到底是什麼 就自鎮腸炎吧 而且他自鎮腸炎嗎 氣質很重要 他聲音重要 不在鎮腸炎 你不在鎮腸炎 你安了 你安了你 所以李錦濤你配的韓劇 最有名的主角是 最有名的主角 大概就是像冬季戀歌 然後最近就是那個 流星花園韓版的 劇劇表 是你配的 對 所以李錦濤你有因為這個 得到什麼好處嗎 配Rain的聲音 其實一點好處都沒有啊 所以慢慢馬位的Rain 真的是你配的 真的是你配的 會不會講幾句那個經典的 經典的 對 我們第一看那個Rain的聲音 的特質是什麼 對 年輕人嘛 反正講話就是 不要太別扭 反正就是罵人 該罵人的時候 就是要放開來罵人 什麼罵 韓星你這個雞 你到底聽到我能說的話沒有啊 對啊 就是這樣放出來這樣子 好不適合Rain 對啊 這不是很像那種科幻 對啊 要去逮捕壞人說 你怎麼可以清潔地球 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 因為你的聲音怎麼很 就是很遠啊 很遠 他的聲音是從很後面發出來 好像在山洞裡耶你 不是應該很深情的講說 許希弟你長得真實太美了 不是應該是這種嗎 那是冬季店哥才要這樣講 所以你可以用Rain的內部的聲音 講一些比較浪漫的話嗎 你要用Rain的聲音 對烤鴨稱讚他皮膚很好 然後油光潤滑 親愛的烤鴨 看到你的皮膚 就讓我想起某個人的臉 不像 看到你的皮膚 真的讓我好想吃你 李先生 李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聲音不像要認識你 你的聲音好細 就李先生講那一句台詞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是耶 就整個回憶都回來了 對 因為Rain在那個浪漫馬屋裡面 他幾乎都在罵那個 都在罵那個宋慧喬 對啊 所以說他比較少浪漫的 對 宋慧喬講話 而且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李先生的聲音 跟他原本的聲音好像沒有落差 因為一般配音員 不是都是本來聲音是怎麼樣 然後一配音就變另外一個聲音 你沒差啊 還是說你可以變成別的聲音 應該可以 可以換角色之類的嗎 你可以配音桃小丸子裡面的人嗎 我當然沒辦法 不是女生配的啊 不像裡面不是有一些班長啊 什麼花輪那些 所以王瑞晴才會喔 我們卡通裡面的小男生啊 大部分也都是女生在配的 對 所以你配過的角色是 很多 你配過浪漫的嗎 就是韓劇的主角 韓劇的偉大宗啊 就是冬季戀歌 天國的階梯 巴黎戀人 最近的有大老婆的飯 這誰 木之蘭 那妳可以給我們一個 木之蘭在劇中的那個嗎 台詞 我忘了台詞啊 好 好 這幾個 對不起 我吃碰面蛋糕好了 我吃碰面蛋糕好了 好 譬如說冬季戀歌 她的女主角 她是很溫柔婉約的 那譬如說我叫金三順 她的個性就很爽朗 她可能就說 俊翔 我好愛妳喔 就 所以那種表達的情緒 是不同的 所以金三順也是你配的 對 你是不是覺得 聽起來你也會配對不對 她有落差很大的啊 她聽說那個卡通人物 她也有配 她以為 我聽妳們幾樣 卡通人物妳配過什麼 其實大部分妳韓劇的落差 並不是很大 對 按照她的個性 可是卡通我們就可以 亂變化了 妳花也可以賦予她的一個 蛋糕也可以蛋糕先生 所以布丁會說 布丁也會說話嗎 也可以嗎 所以妳把它放在妳前面 然後 哇 我是小布丁啊 妳有沒有覺得我很可愛嗎 我也是小布丁啊 可是妳 我怎麼會吃黃色的呢 我覺得蠻值得 對 S 一定也會啊 我是小布丁 可是我是真的啊 千萬不要吃都假的 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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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轉葉刀片 你也可以為豬耳朵發聲吧 豬耳朵 好久沒有聽到好的音樂了 沒有 我們都配過一些電影 可是我們配的時候覺得 很麻煩啊 除了聲音變化之外 還要有聲音表情 就是戲感要夠 像S 她有演過戲 所以她戲感很夠 她哪有演過戲 你是說入圍金鐘獎 最佳女配獎的內部嗎 內部 我忘記了 她那個 王家衛令的要求 好配音要清場啦 我們知道她在配音史上 最承認的一件事情 是她跟王家衛一起配創新 我知道 其實我 我去到這個路易士的時候 她說 天生她做的事情 她看這些食物 一定覺得是小兒科的東西 就是這對妳的技術來講 太簡單了吧 你做的是人體的某一個部分 對不對 對 他們做的人體某一個部分 一支 一支方面的 她你可以給我們看一下她的作品 好 所以這些是許先生的作品 就是一支 那我們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她怎麼裝到人的身上去 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她現在腿 如果需要裝這個的話 她這邊接的部分 要怎麼接得住 靠什麼 主要是 這個是大腿 主要也是一模一樣 完全照這個材質去做 首先必須要了解 她這個 妳讓她看很重耶 滿重的耶 對 她比真的腿 現在的抑制講求功能性 如果三四十年前就比較沒有功能 那個做起來 走幾度來 步態就會差異很多 現在這完全都是西德進口 或者是美國進口 她 妳感覺到她重 實際上她穿在身上 沒有這麼重 所以現在的抑制最強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目前現在桌上擺的 可以跑步嗎 不是有一種可以跑 有一種可以跑的對不對 對 那就是飛毛腿 那種是西德跟美國合作的 那個可是相對 那個價位就比較高 那你可以在 你說你按一個按鈕 變形金剛 你是說 可以一踩大就會射飛刀出來 就是沒有防御功能 沒有人做過這種要求吧 沒有 目前是講 他就是他講的可以運動 可以爬山 可以游泳 可以游泳 做日常生活 絕對沒有問題 你是什麼背景 蛤 你是什麼背景 我主要 我是寫機械的 機械方面 然後去再上解剖學 這些方面的 許先原來是做機械 然後當然原來是美工 雙小姐原來是 我原來是 其實我讀的不是這個科系 對 那我是 我先生去美國學了藝人以後 然後他回來就交給我再做 OK 所以我們開始我們兩個合作 後來慢慢的變成我一個人 自己在獨作這樣 憑你自己的一個人的力量 可以做出一個藝人嗎 還說有工廠啊什麼的 真的沒問題的 對 然後王瑞晴之前 是在貿易公司上班 對 而且我本科 我本科系是國際貿易 所以妳後來幹嘛 幹嘛不做貿易公司 我就不想再過那種 朝九晚五的工作 你知道他在配音史上 最承明這件事情是 他跟王家瑞一起配床戲 這個很厲害 對 這個我不懂耶 王家瑞 王家瑞叫你配龔麗的床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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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